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充满我的力 使我满足 一直我一生的年日 如影分了黄痛 赐给我能力 如影占去生达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恩 欢迎收看 今天的音乐盒 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呢 有大有小 可是有时候 在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神啊却能够来帮助我们 因为在神 凡事都能 在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神迹 为了需要告诉我们 神非常的爱我们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 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好想大家 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我风浪过地 不住平安在我心 我好想大家 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心才处理之一 我凡事都能做 一起宣告 心事未曾看见 一人仰望 一人仰望 十三 心事万千交脱 神之 神之处理照尘 我好想大家 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我风浪过地 不住平安在我心 我好想大家 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心才处理之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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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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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才处理之一 我凡事都能做 心才处理之一 我凡事都能做 在神凡事都能 你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吗 这句话呢 也是美国 Ohio州的一个格言 是一句slogan 那这句话 怎么会成为 这个州的slogan呢 原因是一位 有一位十岁的小朋友 他叫做Jimmy 有一天呢 他就翻翻翻翻地图 然后有一些资料 一些讯息 他就发现 诶 怎么只有他的州 Ohio州 没有这个格言呢 于是他 当下他就想到了 在神凡事都能 然后 其实他也不知道说 这句话 是从哪里来的 是 是怎么样 可是他的妈妈呢 常常在生活当中 就是一提醒他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吃饭的时候也讲 在生活当中 在学校 任何地方都讲 于是呢 这句话就伸直在 Jimmy的心里面 所以啊 那时候他就想说 嗯 那这句话 他想要让他成为 Ohio里面的格言 所以呢 他就 有了一个情愿书 他就去找了将近 快两万的人呢 在上面签名 结果没有过多久 这句啊 果然就成为 Ohio州的格言 其实小朋友到后来呢 他才知道说 原来这句话 是来自于圣经的 不过当他小时候 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虽然他不知道说 这句话是 从哪里来的 不过每次 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觉得 有一股力量跟勇气 在他的心里面 到现在呢 也因为透过这句话 让更多人 能够来认识这位耶稣 让更多人 好像对这句话 有兴趣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寻找 这句话 到底从哪里而来呢 接下来 我们就来听一首 好听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需要你 我的清醒 是你 全心和目的 我仰望你 我只是想要张带 请拜你 有心灵和真理 渴望你来高强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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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呢总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会更加的渴慕神 譬如说像我们很开心 然后我们有很大很大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神敞开 或者是你遇到一些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 你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 也会对神非常的敞开 你知道吗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事 就好像是万花筒一样 在万花筒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碎片 可是有时候我们单独看到那些碎片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无聊无趣 或者是我们对我们以前的生命 觉得有些后悔有些悔恨 可是当神轻轻的一转这个万花筒的时候 不同个体的碎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图画 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经历 可能你觉得这些精灵都觉得不好 或都会觉得你不想再去回想 可是当神介入我们的生命 当神医治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这些破碎的这些画面 在神的手上所组合起来的 反而会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这首诗歌 他一致破碎心灵 一起来献上 你一致破碎心灵 你一致受伤者 通过宇宙附身 我献上我自己 千山 olduant 求我做的一生命当中的祝福 撑起爱 祝치가ее的 一致破碎心灵 圆是 这些命快乐 机会 他一致破碎心灵 为求你供应 用心就何有 充满我 用你生灵充满我 我要见你容眠 每天在你面前 认识你荣耀安殿 我会转选择你的道路 一生跟随到底 来莫连锁在我 每天被你更新 祝我看目你 寻求你供应 不是求你再来充满我 祝我看目你 寻求你供应 用心就何有 充满我 你依旧我的心灵 你依旧受伤着 通关宇宙复生 我宣伤我自己 祝我看目你 寻求你供应 用心就何有 充满我 主我看目你 寻求你供应 用心就何有 充满我 祝我看目你供应 用心就何有 充满我 用心就何有 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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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安慰心灵受伤破碎的人 因为他就是爱 神常常用满满的爱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来帮助我们 有一位小男孩 他叫做Mark 当他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披头是非常非常的红 所以他就迷上了摇滚乐 他组了一个乐团 每天都在弹吉他 都在玩乐团 不久之后他认识了上帝 结果他就决定 好 我要放弃摇滚乐 我要用另外的方式 来敬拜这位神 因为他觉得上帝 这位耶稣好伟大 所以他想尽办法呢 要来诉说 他是多么的奇妙 于是那时候他就翻了很多的书 就是关于耶稣的性质啊 耶稣的特性啊 因为他心里面就是这么这么渴慕的 来认识他 结果他后来发现 他根本没有办法 用他的语言来形容 这位神 到底多么的奇妙 多么的可畏 有一天 当他弹吉他的时候 他弹弹弹 他就随口 他唱出了 唉 用言语 无法形容你 我就是想要 站立来敬畏你 结果这首歌 我站立敬畏你 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被创作出来了 你知道吗 用人类的语言啊 真的是很难形容 就是上帝是怎么的伟大 多么的奇妙 多么的可畏 多么的可畏 如果我们要经历他 好像真的是要用我们的心灵来体会 有时候透过我们的环境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祷告 你就会发现 原来耶稣啊 他从来不曾离开我们 他都在我们的身边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歌 透过这首歌 要来向神来回应 好像就是来敬拜他 来尊崇他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这位神是如此的可畏 音乐盒下一次见咯 我们来听下走歌 这首歌 不愧能描述你有多远离 言语无法形容 实在要描述我的明明 也从来未曾听见过 谁能晓得你无限的智慧 谁能测夺你爱的高声 如何能描述你有多美丽 尊贵我逆尽掌权 尊崇佳盛临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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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崇佳盛临的所有残悲 我佔力竟為你 如何能描述你有多美麗 言語無法形容 實在要描繪我的力量 也從來未曾聽見過 誰能曉得你無限的智慧 誰能測奪你愛的高盛 和你的兄弟有多美麗 曾回望你幾張圈 盡惠戰力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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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解神陪的所有賺美 我站立 敬畏你 敬畏 敬畏 在你面前 敬畏 敬畏 在你面前 敬畏 敬畏你 敬畏你 我站立 敬畏你 敬畏 敬畏 你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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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面前 敬畏 敬畏 在你面前 敬畏 敬畏 你 敬畏 主 你称光为晝 称暗为夜 这是头一日 清晨与黄昏 是一天之中 光影移动最明显的边界 晝以光为界 那是你丈量光 所能到达的疆界 有全面明亮的光线 人才拥有最大的视野 得以看见色彩缤纷的天空 无限纵深的大地 观察每一种生命 细微的精彩 夜是声光最隐藏的时刻 它让万有得着 最田径的安息 为下一个天明的时刻 做所有出场之前 一切最好的预备 晝在黎明中登陆 使万有现身 于是才有所谓 辉煌灿烂 夜在暮色中靠岸 让宇宙有一种 甜美的隐身和安卧 晝是一种奔腾 使人向高处仰望 夜是一种沉浅 让我们向最深处贴近 晝夜相依和交替 夜静天明的喜悦清新 夜幕晚霞的深沉壮丽 都在你对光暗的丈量中出现 晝的荣耀 夜的谦逊 都是你性情的见证 你呼唤人兴起 与安身其中 夜和华的怜悯 不至断绝 每早晨都是新的 夜和华 使人夜间歌唱 晝和夜两个概念 是你最简洁的一首诗 是宇宙时空最动人的开场 与运转 不论晝或夜 让我们对它都深情相望 主我们赞美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